总统蔡英文今天致辞的时候说了什么 她说疫苗完成了签约的部分 今年第二剂就可以来供货 另外呢德国BNT疫苗今天也传出了好消息 承诺会提供台湾BNT所需要的疫苗 不过告诉大家其实啊在这个之前 那个国内就已经超道不可开交 指挥官陈时中他暗指 500万剂快要到手的疫苗 被外力介入阻挠 但其实被质疑是因为绕过上海的代理商 违反了商业规范才会被卡住 栏尾更酸 陈时中讲话根本丁丁倒是 全球疫苗陆续开打 我国疫苗还没有具体下落 现在传出好消息 原本无望的德国BNT辉瑞疫苗 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致力于全世界疫情终结 会提供台湾我们所生产的疫苗 这也是对全球承诺的一部分 相关的讨论还在进行 虽然新消息令人振奋 但BNT辉瑞疫苗之前的取得过程 可以说是风波不断 有人就不希望台湾特高市 到底这个有人是谁 陈时中不明讲被解读案指示 中国大陆政治力介入 我没有跟他谈过 就是不想跟中国大陆有所牵扯 但陈时中哄中的上海复兴 老早就看准德国BNT和美国辉瑞合作的疫苗 开发而签署协议 去年三月 上海复兴就大手笔先付8500万美金 折合新台币23亿元的天价 给德国BNT 投资进行新冠疫苗的开发 之后再投入5000万美金 约新台币14亿元 入股BNT成为股东 因此取得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 大中华的独家代理权 指挥中心企图绕过代理商 直接跟原厂BNT洽谈却碰壁 却将失利原因推给中国大陆 台湾似乎又成了国际受虐儿 另外确定 由COVAX分配的20万剂AZ疫苗 也传出月顶将由华航 从德国法兰克福运送返台 不过指挥中心驳斥传言 说药也是来自韩国厂 只是都还没到手 疫苗就已经染上政治色彩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